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二猪说要往南边走 三猪想了一下 在原地留下了记号 方便一会儿找回来 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三猪却发现大猪和二猪都不在了 三猪把这件事反馈给了狼队长 狼队长想了一下 让三猪和他明天一起行动 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三猪是不信诅咒的 但是心里想着还是小心点好 于是同意了狼队长的建议 狼队长突然看向三猪 他告诉三猪自己发现了木乃仪 已经搬到了山上 两个人费力地爬上了这座偏僻的山 见到了几具木乃仪 三猪打亮了一下面前的几个木乃仪说道 这几个木乃仪外表看起来不错 但是全身上下好像有点不太协调啊 狼队长倒是不太同意他的看法 指着几具木乃仪 这种货色才值钱 说明这是古人还不大善于去做木乃仪的时代留下的 年代非常久远 越老越之前 三猪继续看向面前的木乃仪 皱着眉 神色不太自然 这个说法是不错 但是这一只木乃仪没有头部 可能没什么研究价值吧 狼队长看向三猪 冷笑了一声 这确实是个问题 三猪看了这具缺了头的木乃仪总觉得不太对劲 这个木乃仪的橙色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古代的木乃仪 瞬间三猪想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趁着狼队长不注意 赶忙逃到了有电话信号的地方 打电话给他唯一值得信来的老司机侦探求助 三猪究竟发现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给老司机侦探打电话求助呢 答案五秒后接响 因为大猪二猪不是失踪了 而是被狼队长杀害 狼队长立誉熏心 不惜杀害同伴 还截肢同伴 互相拼凑 为了制造出他心中伟大的木乃仪 而三猪正是他需要的最后那具木乃仪的头